即世界顶尖黑科技打造 由美国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首次试飞成功 听闻就连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都无法拦截 可却被中国的一款神秘武器克制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 我国是如何克制美国的第六代战机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领先全球 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 美国发现中国和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小 甚至有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他们 就比如激光武器和电磁炮等领域 中国已经远远地将美国甩在身后 这让美国感觉到世界地位受到了威胁 因此美国在保证自己的霸主地位 除了在经济和高科技技术各种针对中国外 他们还对自身的军事武器进行了新的研发和生产 其中最具有战略威胁性的 就是超越第五代战机F22的第六代战机 美国军方媒体报道 作为新一代的战斗机 它的飞行速度甚至能够超越很多国家的巡航导弹 这就是第六代战机的厉害之处 2020年9月 美国空军开完战略会议后公开表示 他们已经制造出了一架第六代战机的验证机 并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 也就是说美军已经在现实生活中 建造并施飞了新一代战机的飞行表演 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 美国似乎已经在第六代战机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并且在美国空军成立73周年的海报上 出现了一款我们从未见过的飞机概念图 外界认为 这正是美国空军对第六代战机的暗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下一代空中优势的项目 是美军未来空中力量的关键所在 从媒体报出的资料来看 美国第六代战机最主要的研究核心 主要放在两个性能的提升上 第一个就是高度AI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美国最新的第六代战机 拥有高度的AI处理系统 基本可以实现远程操纵驾驶 智能战斗攻击等 并且据美国航空工业的一名退役人员透露 他们在操控飞机上面 已经实现了智能头盔穿戴操控 所有的战斗信息都会模拟 并显示在AI视镜上 不过具体智能化到什么程度 这位人员并没有说 我想不管怎么样 六代机肯定和五代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第二个提升的性能就是高度量级化 从美国官方透露的消息来看 美国第六代战机已经拥有了空中航母的量级 它拥有更大的机身 能搭载更强的推进系统 并且简化版的试飞飞机 内部不仅搭载飞弹系统 同时还有四台小型版的跟随无人机 这四台跟随无人机同样搭载小型飞弹 也就是说 一旦和这种飞机对上 你就不适合一台战斗机战斗 而是五台 甚至量产后的第六代战机 可以搭载八到十台跟随无人机 这就是美国第六代战机量化级的设计方向 我们知道美国在无人机技术作战方面 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 他们在隐形无人机 高空侦察无人机 舰载无人机等 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特别是前段时间 美国做了AI智能无人机作战 与空军最牛飞行员之间的空战模拟对抗 结果美国飞行员输得一塌糊涂 其实我们中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 并不比美国落后多少 唯独在AI智能芯片以及软件技术这一点落后一些 要知道人的大脑接受能力和反应速度都是有上限的 可计算器芯片却是永无止境的 因此AI智能技术是未来战场的趋势 它完全可能辅助甚至取代人类作战 随着AI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无人作战将来一定会远远超越有人作战 并在空战中取得领先地位 而这就是六代机与五代机之间最大的技术跨越 简单的来说 就和曾经的围棋世界第一高手和AI阿尔法狗比赛一样 AI往往能够战胜人类顶级的围棋高手 可AI技术才产生了短短十余年 而我们人类研究围棋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从中我们能看出通过AI智能的高度融合 六代机的出现很可能就是跨时代的意义 完全不亚于人类发明了核裂变质一技术 美国在第六代战机的研究上面 可以说已经接近成功 据外媒报道 他们的第六代战机在超高音速巡航方面 速度很可能达到三马赫的超高音速巡航 而五代机的速度只能1.5马赫 除此之外 美军的六代机为了隐形的需要 很可能采取禁非一事不举 减去垂直起降的功能 同时六代机肯定会比五代机有更远的航程 和更远的作战半径 这些都是非常耗油的 而五代机的发明机明显不可能满足这些功能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就是采取新的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美国在这款发动机上面已经研发多年 并且它们在试验中已经取得了较大突破 而六代战机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 那就是全频段隐身 俗话说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目前的五代机只能做到部分频段隐身 这已经让没有隐形机的国家 在军事上陷入极大的被动 例如 以色列引进美国的F35战机 就只能在中东地区如入无人之境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而当六代机达到全频隐身后 采用非意识布局是最佳方案 同时还会采用更新一代的隐形材料和相关技术 虽然美国在这一方面依然领先全球 不过中国也不甘落后 之前 歼20总设计师杨伟在一次回忆中说道 中国的六代机很可能会像变形金刚一样 这似乎在暗示 中国的六代机并非完全采用非意识布局 负责飞机水平机动的很可能是折叠式的 也就是说 平时不做超机时折叠 需要做超机时展开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大大节省油耗降低了对发动机矢量喷管的要求 这些条件侧面的证明 中国以后的六代机和美国相差不大 即使美国在研发第六代战机前 就有一款性能领先于世界的高空侦察机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鸟侦察机 也就是SR71侦察机 它于1963年开始研制 由美国的洛克西德公司的臭幼工厂研制生产 1966年服役最高飞行高度可达26000米 最快飞行速度可达3.2马赫 当时美军对黑鸟侦察机的设计思路很清楚 它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用来执行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侦察任务 我们知道 这种侦察任务就是要抵达目标国家的领空 可至于飞机的防护武器什么的 美军根本没有考虑 毕竟如果派战斗机护航或者携带重武器的话 无疑是对他国进行宣战 所以它有超快的飞行速度和超高的飞行高度 而这架侦察机所拥有的技术 哪怕是放到现在都是十分顶尖的存在 并且很多国家到现在都不能依靠自身的科研技术 研发出性能如此之高的飞机 而美国就是在黑鸟侦察机的基础上 进行的第六代战机的研发 很多人担心 一旦美国第六代战机真的服役 那么咱们的歼20能抵挡得住吗 其实完全没必要担心 首先美国的第六代战机 目前还处于技术验证机的阶段 等到真正的服役量产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在美国研制最新的武器装备中 我们中国也没落后 前几期我们说过 中国在激光武器的领域上 领先美国多年 不仅仅是在普通激光武器的使用 还有激光武器的升级版本 我国在2006年 就在新疆实验了战略级激光武器 初期的研究成果 就短暂致盲了美国一颗光学侦察卫星 后期的实验 更是直接烧穿了一枚 东风4战略导弹的加厚金属弹头 因此早在2006年 中国的激光武器 就具有了拦截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如今 我国的这类武器 已在新疆四川一带布置完毕 并且 中国的死光A已经研制出来了 还成功完成了打击无人机 以及军舰的试验 即使美国的第六代战机 飞行速度很快 但在光速的激光武器面前 那都不值一提 第六代战机 虽然能够躲避很多防空导弹的威胁 但我国的激光武器 不就是克制美国第六代战机的存在吗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在美国积极发展军事的同时 我们中国也没闲着 按照中国武器的发展惯例 也就是装备一代 设计一代 预言一代的传统 我们也在进行第六代战机的研究 例如自适应可变循环发动机 远程传输控制 还有更强大的人工智能 以及全普隐身技术 歼20总设计师杨伟曾说过 未来的战机标准 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定 相信我们中国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关注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观看